下課了 小朋友認真練習如何操偶 在臨時搭建的戲台上 學生們全心投入 一旁老師吹著唸 小朋友敲著北館樂器 人愛國小禮堂 正在上演武松打虎故事 可別小看這傳統布袋戲 全國口腔衛生推廣競賽 成績亮眼 一舉拿下全國甲組金牌獎 最佳金句獎和最佳配樂獎 就是要用以前BPM的牙膏刷牙 然後定時刷牙才不會注意 學習到了結牙 要準備牙刷牙膏牙線還有漱口水 這樣可以比較有效的保持心情 口白其實難度很高 因為閩南語現在很少小朋友講閩南語 所以變成說一個字一個字 重複的一直跟他講怎麼說怎麼說 然後他們當下會說下兩秒 哎呦忘記了 那今年很特別的結合北館跟布袋戲 讓孩子們很有新奇的感受 同時呢把這個結牙四寶 帶進去我們的劇情當中 有韓佛漱口水 有牙膏牙刷以及牙線 這些重要的宣導 都必須放在我們的劇本 跟演出的元素當中 師生的拍攝手法 有別於傳統布袋戲舞台演出 選在校園戶外花圃角落 拍攝猛虎吃人和武松打虎場景 還採用電影分鏡手法 獲得評審青睞 選手法怎麼要落散 我們選手法要傳起鼓起鼻 漱口水牙線棒 然後你要講出 你這個動作要撞 你也是 你就在旁邊 所以要這樣 對你就說 你就說 我們來錄手法 結牙這個元素 我們也是透過學校的護士阿姨 給我們一些專業的一些 名詞上的一個認知 讓我們來認 結牙錄 融入在這個細菌裡面 我們公會辦的就是實體的結牙比賽 那基隆呢在全國的結牙比賽當中呢 通常都是前三名 那疫情之後呢 因為我們就改為結牙為電影 用為電影的方式呢 來宣導一些結牙的觀念 那這次人愛國小呢 他結合了他們的社團 那個北館還有布袋戲 來宣導這個結牙 那真的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也得到全國的冠軍金牌 改編大家耳熟能詳的 武松打虎故事 傳統戲劇結合微電影拍攝 不但讓學生印象深刻 也讓台灣的民俗記憶 能夠傳承下去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記者黃少鳴基隆 記者黃少鳴基隆